两个问题想要请教 第一个是有基层医师疑问说 如果接下来两人一室 那两位病患如果发病日跟病程没有相当 反而是不是会造成病毒量正在下降的患者会再度感染 那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配套去预防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是有专家建议说 因为传染病防治条例 有授予指挥中心权利可以征召人力跟征收物资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考虑呢 能够大手笔的来征用国内私人医疗机构的高通量 核酸检验仪或是征召退休的检验师来协助检验 那因为现在疫情影响很多人没有办法真 没有办法正常的上班 是不是给征用他们用实行制来协助整理一些行政上面的 资料来加速这个检验的速度 谢谢 好 这两人一室是 张教授要帮忙解答一下 好 这个 就是两人一室的模式 那第一个当然在专家小组已经先前的 会议上面大家就经过讨论以后觉得这样的 一次方式是一个可行的 首先当然他们都是 同样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病毒株 他们并没有不同的病毒株 那所以我们的建议当然第一个 例如说同家庭成员如果都有得到感染的话 那事实上他们住在一起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或者同一个事件 发生的时候 那住在一起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我们在两人一室的时候 当然也会注意到性别的问题 那一定是同性别的住在一起 此外那当然就是尽量也让他们是发病时间 是比较接近的时候的这样子可以住在一起 那所以在医疗单位其实也是会注意到这样的 一个问题 那此外当然也有人提到他会不会有其他的细菌 会有交叉感染的问题 其实 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最容易传播的 才是现在的COVID-19本身从有病毒的人传到没病毒的人 是比较容易传播的 那这些得到感染的人 当然他们也有一点点机会是会有其他的 细菌性的感染病发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那种细菌性感染的病发并不会从 A病人很容易就传到B病人身上去 所以那个并不是我们顾虑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对于说 刚才讲的这些原则下的这些病人 那他们安排在同室 就是坐在一起 接受治疗 基本上并不是 有在什么医疗上有什么太多的顾虑 然后另外我们现在大家还没有到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力这而言 我们目前就是用奖励 用津贴 基本上这个人力上面到目前没有短缺到 那样 要用所谓强针的或针用的这样的 一个方式 那对于裁剪 裁剪的单位 我们除了天然讲 我们大概就是在硬体上面 会有一些补助 最高这500万 那在那个 这等于是在 事务的费用上面 金产门上面 我们也会编列相关的费用 让他们可以去请 那另外 当然裁剪本身 就有一个裁剪的费用 所以对大家讲 在营运上是没有困难的 在营运上是没有困难 但有困难可以跟我们提出来 是我们有些地方 没有看到